對於彰化造勢 成立全國里長侯元慧 親自授起河美鎮唐友里里長何吉慎 也接收好彩頭祝福 不過如今里長何吉慎 同時還任彰化縣 村里長聯合服務總會長 河美經營的公司遭檢警調查 因為他被檢舉帶朋友前往 中國重慶旅遊 疑似有落地招待情勢 根據瞭解甚至這團 還去參加了一場 要求大選支持特定人士的思想 改造課程活動 另外南章話傳出有次例 彰化政府中國旅遊團 多遊地方青藍人士 周待 報價只要一萬六千元 或是五日遊只要一萬元 全程落地周待 彰化監方也立案偵辦 對此賴清德競選辦公室 表示這次事件與侯友 已喊出重啟服貌 開放陸生就業等 試圖將臺灣鎖進 中國大陸的政見 更是起人疑鬥 地方的頭人受到招待出國 館長要說的 他們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一邊一國哪裡會因為這樣 你就會改變你的方向呢 侯友宜進辦也回應反對 一切境外勢力對選舉的干涉 對於有里長疑似 受中國大陸招待一事 目前檢方偵辦中 若經查危害國家安全屬實 我們一定會嚴厲譴責 三地新聞彰化綜合報導